哈喽大家好,我是金宝妈妈 金宝从这周二来呢,就一直朝着腿特别的疼 然后就一直在坚持,在坚持 因为这周四呢,他们不是模拟考吗 模拟第一次考试 就是到本月的月底估计就要放寒假了 所以是第一次模拟考试 他就朝着他的腿特别的疼 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然后也听身边的有些朋友们说呢 是因为生长疼 我也是这样告诉他的 但是他这几天呢 这种疼痛呢,一直都没有减少 所以今天下午刚好有空 我就带他去医院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情况 是不是缺钙了呀,还是什么的 反正看着他挺难受的 到医院了,金宝下车吧 现在感觉咋样 太疼,让你们看一下金宝是怎么走路的 就这样走路的 金宝这会儿是走不动了 就十来米的距离 我们已经走了差不多五六分钟了 脚太疼了 不是脚疼了 啊,腿疼,腿疼 快完号了 现在在这儿排队 前面还有一个人 现在感觉咋样 还疼不疼呢 疼 就是这个 这一块是不是啊 不是这一块,这一片都疼 这一片都疼 然后给我们看了 你看来个关节病,鼓病 有点意外哈 这金宝已经看完了 然后大夫说是那个筋疼 是不是 不是生长疼 我们都猜错了 然后现在去拿药去 药已经拿好了 一个吃的 然后一个贴的 来,你站这边等着乖 妈就开车去啊 好 回去我们再把药吃了 好吧 在这儿等着啊 慢点啊 现在是下午的四点半 我和金宝已经回家了 看看金宝是怎么上楼梯的 一拳一拐的现在 还疼得很不 金宝说你怎么老是问我同样的问题 其实妈问你的意思就是 比之前还疼得很不 就是这个意思 明白吧 说不上来 说不上来 回去赶紧把药吃了 估计就好多了 知道吧 慢点啊 要不要妈妈扶你 好坚强 又要拆快递了 妈又说先把药喝了吗 腿疼了还不喝药 去吧 喝完药再拆快递 好吧 真服了 我也真服了 这些太烫的水了 怕你喝不成 喝一粒就行了 一天喝两粒 一次一粒 这就是戴眼镜的好处呀 一间热的就有哈气 瞬间就看不见了 是不是金宝 要贴个高药 走 去房间里面贴 屋里太冷了 我们走的时候 然后这个电暖器 是放在我屋里的 因为爸爸在家嘛 现在我们回来了 这个电暖器又属于静宝了 看看多少度 8度 看室内温度 今天高了一些 8度 静宝要贴高药了 我的妈呀 小小年纪就贴高药 好了 贴好了 好了 赶紧干上吧 屋里实在是太冷了 是不是 不要哭 别哭 我已经拍上了 没关系 怕啥了 跟你们说了 我要做手仗了 拜拜 拜拜 拜拜